我身后就是055型驱逐舰首舰 南昌舰 南昌舰 弦号101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 该舰先后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 信息集成 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装备有新型 反空 反导 反舰 反潜武器 2020年1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这也标志着我国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 那么南昌舰都有哪些特色的武器系统呢 下面我们有请副舰长林雪 这是前驾版 由此向前依次式副炮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130毫米主炮 这就是副炮 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万发炮 它具有射速快 反应速度快 综合抗挡能力强的特点 主要用于综合反导 这是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全舰一共装备了112个单元 这是64个单元 在我们舰艇中部还有48个单元 它主要用于装载 存储 各型导弹 具有通用性强 宰弹量大 隐身硬毫 以及冷热发射兼容的特点 这也是我舰装备的主炮 它是目前我国海军装备最大口径的火炮 它的口径达到130毫米口径 主要用于对海对岸的火力打击任务 与上层建筑共行的就是我们舰的综合射频系统 它主要的特点是平板化设计 相公正体质 可以有效降低雷达反射面景 提高舰艇的隐身性能 看完了这个101 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101 难道101还有两个不成 对 还真有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 安山舰 弦号101 是我国海军第一艘驱逐舰 原产苏联 1941年入议苏联太平洋舰队 在二战中功勋卓著 1954年 作为中国向苏联订购的四艘驱逐舰首舰 抵达青岛 命名为安山舰 1992年退役后 驻博海军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69年过去了 两代101的对比招视着中国海军装备的巨大进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一座反映中国海军发展的军事博物馆 这里成立的产品在海军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长征一号核潜艇 弦号401 1970年下水 1974年入列 它的建造服役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要说操纵潜艇发射遇雷 这些我们肯定不行 但是在潜艇里睡个觉总行吧 这床呢 床在那上面 我们爬上去 那么怎么才能爬上去呢 当然是按shave的 由于记者睡着了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博物馆资深讲解员田林老师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潜艇的鱼雷舱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鱼雷存放假 里面六具鱼雷发射管 鱼雷呢就是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射到艇外的 鱼雷发射时呢用高压器来进行推送 我们在鱼雷架的旁边呢 大家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白色的板子 是挺圆修兴的床 在这个舱室里面呢一共有14张床铺 但即便是这种条件的床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它是按照三个人两张床的模式来进行分配的 导着班来工作 导着班来休息 没有自己特别固定的床铺 如果说鱼雷架上没有放鱼雷的话也可以铺上木板 也能够睡觉 整个这个舱室里面呢最多可以供40多个人同时来进行休息 但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核潜艇最核心的一个舱室 反应堆舱 反应堆就在我们手边的这面墙里头 这面墙呢是由铅板制成的 为了隔绝里面的核辐射 正常服役当中的核潜艇 这个舱室呢是不允许待人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主机舱 主机就是潜艇的发动机 那么我们核潜艇的核裂变产生大量的热能 我们用这个热能给水加热 让水变成蒸汽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蒸汽管路 把蒸汽输送过来 带动主机做工 带动螺旋向旋转 使潜艇能够航旋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 叫做主机操纵台 它是用于改变工气大小和工气方向的一个装置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能够转动的手轮 大轮呢 叫做正车手轮 前进的时候来使用的 小轮呢 叫倒车手轮 后退的时候来使用的 那么它相当于潜艇的油门 刹车和挡位 刚才说了 安山舰虽然是我国海军第一艘驱逐舰 但并非国产 那么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是哪一位呢 就是这位济南舰 济南舰型号105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051型驱逐舰舰 首舰 1968年开工 1971年入列 服役期间多次完成重大战略训练和实验任务 1983年 中央军委为其容计集体一等功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济南舰的直升机起航平台和机库 1987年12月 一架经过改装的直久反潜行直升机 降落在了济南舰的起降平台上 济南舰成为了我军力上第一艘可以搭载飞机的水面战斗舰铁 从安山舰到济南舰 再到南昌舰 70多年来 人民海军从无到有 游弱变强 万里海江见证着英勇的水兵们 从近海走向远海 从蔚蓝走向深蓝 2023年4月23日 是人民海军74周岁的生日 让我们祝他生日快乐